Hello, 这几年我教了大家很多实金神的投资和收藏知识 那大家买了一些金银币都要回家之后, 究竟如何保养呢? 这条片我会教大家有六个方法, 怎样去破坏你的金银币 然后再教你五个专业级的收藏保养方法 不想自己心头走音的话, 就要留心听啦 第一, 拆它出来 无论是金币或是银币, 现价币还是收藏币 都是尽量留在原本的包装里面的 胶盘、收纳桶、评级盒、真空包装都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这两个拆了, 还会立即贬值, 所以都是小店回表 第二, 没铺东西 哎呀, 走开啦 如果你真的不听话, 或者是有急切的需要 要把硬币拿出来, 就千万不要让它们砍在桌上 预先铺一条干净的毛巾或软件, 去保护硬币 论尽的你, 也可以在一个铺的毛巾里面拆开 提供额外保护, 以防我币掉在地上就花了 第三, 戴错套 当你想着戴套去碰硬币, 谁知道那套不合尺寸 各位打算买套和自己的币欢喜的话 记得不要买乳胶手套 因为上面的润滑剂对金属是有害无益的 最好都要选些棉质, 不要起毛粒的手套 第四, 徒手拿起 因为人的手指含有油脂, 酸和微小的沙粒 你碰硬币之后, 这些物质就有机会塗在上面 令到它变色, 甚至出现刮痕 如果真的要碰, 最好都是 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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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才好碰 我碰硬币, 我拿自己去看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要搞裸币, 前面后面都不要乱搞 最好就是用两手指拿着币的旁边, 币轮 因为币轮的设计, 令到它相对难受到外来物质的影响 就算不然变色, 也不是很明显 第五, 乱桥放 虽然有些硬币本身是查了保护涂层 又虽然, 现价币, 变形, 变色都不会影响它的价值 再虽然, 现在明厂出的币已经好过以前很多 没有以前那么容易走样 再再再虽然, 金不会像银那么容易变色 起奶点, 甚至生售 理论上, 任我是不生气的 但用钱买回来的心头号, 当然越Q越开心 储存硬币的时候, 除了最好放在圆盒里面 也要避免放在潮湿, 过热, 过冻, 和间接直接有阳光射到地方 另外, 要将黄金, 白银, 其他变色的金属分开保存 下来, 乱按帮你洗澡 如果看完这条片已经太迟, 你的币已经出了奶点, 变了色 千万不要洗, 大家要知道, 金银币主要有两款 以投资为主的现价币, 是可以自己清洁 但是, 收藏升值为主的收藏币就万万不能了 想知道如何分两款币, 和如何清洁现价币 可以在片尾看这两条片 在跟大家讲主要级的方法之前 如果大家觉得我刚刚讲的东西有用 想听更多关于金银的知识 就记得订阅和按下方的小银 安全措施永远不是百分之百安全 就好像你打了针, 都会这样 加上我存了这么久, 这么辛苦买了金银币 没理由看一眼, 就放在床底 所以我会介绍五个方法 大家按自己的喜好去收藏就可以了 第一, 放在防潮上 便宜的也好, 贵的也好, 电子的也好 只要能够有效做到防潮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收藏比较多白银 想多重保护对抗氧化的话 可以连原包装, 放在真空袋里面 再抽真空, 再放在防潮盒里面 那就卖不得失了 第二, 买些已经处理好的金银币 如果你真的新手, 未开始买 而你主要是想买现价币来投资的话 建议你买些已经真空或者加工了的货品 一来, 经过厂方加工包装, 变色生手机会大减 在接触和收藏方面都不用太多估计了 二来, 就算包装坏了, 都不会影响它的价值了 第三, 力去评级 真的很想刷复你的真空的话 除了靠原装盒, 也可以去评级 这个方法, 特别适合收藏币 除了放入评级盒的币没有容易氧化和变色之外 就算未来币走仰 它的价值其实都是跟回盒上面的分数 至于评级高得的影响 应该是NGC 还是PCGS 这个进阶的问题 就看回这个 playlist 上面就说过千万不要自己抹这些收藏币 这句评级就有这个好处了 在它入盒之前, 评级机构都会有老师傅 用好收藏的仪器和币护理翻身 无求以最美的一面和币主再见 第四, 放在隔晚 就算放在床下底 也有被人爆价的风险 家里收藏量比较大的朋友 就可以考虑放在隔晚里 市面上的隔晚有很多款 大家找些可信的隔晚公司 安装适合自己的隔晚 不过无论你光顾哪间 最重要是两点 千万不要被人知道的隔晚 还有记住买些落地或者挂牆式的 如果不是就有机会 总值53万首饰的隔晚 整个被抬走 第五, 街找外援 家里始终都有风险 今晚比较大的朋友 就可以考虑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现在排队放人行都比较难 所以多了人光顾私营机构的保险箱 全放服务 大家当然可以找帝风 如果你想放在我们公司 或者我是代办的 我押运的话 可以和我们的CS聊聊 在这里 大家有没有留意 影片的右边有个Logo 其实大家刚刚看到这么多精美的金银币 就是我们未来消币券会出Promotion的金银币 大家可以在下面 follow帝风的IG和Facebook 紧贴最新的优惠 这条影片先说到这里 未来我会继续讲黄金和白银的知识 未subscribe 一定要subscribe之外 大家可以在留言 还有inbox我未来想听什么topic 新入币坑的你 我强烈建议你看这两条影片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